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腾血体育9月3日选本赛季是李贝利为代表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赛季 他已为拜仁出展250场联赛 成为拜仁队是联赛出场最多的外员 图片棒借机曝光了李贝利2007年由马赛转头拜仁时的合同内容 稍写其他的是合同 还约束李贝利比赛之外的着装 甚至表明瓦金 李贝利已经在拜仁效力了十个赛季 这份合同一共包括九夜正闻和一夜附件 合同期到2011年6月30日 合同中明确写着200万欧元签字 配合2600万欧元转费费 法官版的合同中还规定允许他在拜仁之家ID赞助的俱乐部穿奈何球鞋 当时李贝利新未税后31.25万欧元 纪年 新375万欧元 合同主页 拜仁和李贝利的签字 如今 李贝利的年薪已长至1200万欧元税前 拜仁方面签字的时间是会主席和内瑟克首席财务官霍普斯纳 稍显特别的是 合同的第二部分规定 但李贝利在公众场合 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并规定在私人场合 穿着不能伤害俱乐部的形象 若这装不但被罚2.5万欧元罚金 李贝利合同中的着装小款 之后可能没有出现 在拜仁新元的合同中 当2013年格策夹忙拜仁后 不止一次在发布会和公开训练中 身穿奈克赞助的听讯和护腿把等装备 当时 拜仁方面只是斥责格策犯错 并没有用合同相关条款处罚他 显然合同中没有这类条款 牛牛 我们蒙到这里 本身的战略中 以后 准备 同时 写的写的写讯 从来